我的第一期压花线下课程开课了 为学员们准备了满满一大冰箱线花 不同的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压制方式 他们说之前觉得压花很简单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技巧 为了压出好看的颜色处理花材需要很大的耐心 我的宝贝花材都拿出来给学员们用来创作了 近七八十种都是我一个个压出来的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就我要提前准备很多东西 第一天还会学压花在手工品上的各种内容 第二天开始正式做压花画 从最简单的透明箱框开始 到压花画素的设计 婚礼手捧画制作成压花画素的设计 会学到压花画的结衣蜜蜂和抽针空蜜蜂 这次来的学员都审美好高级 他们做出来的人生第一幅压花画都超级美 这些压花和做作品的材料都是我提供的 做完的作品都可以带回家 甘花课程也连着一起上 甘花浮游品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成好看的设计还是有很多技巧和细节 这些也是学院们的作品 真的都好好看 好喜欢这个郁金香 看着大家美美的作品 我也超级有成就感 下期课程在国庆期间 期待见面下期的花游们啦 那我记得她要求作为 我认为我认为你 你死亡的 我认为你 那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